有人说2013就是爱你一生 2014就是爱你一世 新联播希望能够伴您一生一世 经常看新闻联播的观众 应该对其中的主持人感到十分熟悉 其中有一位名叫欧阳夏丹的女主持人 被网友称之为最美国脸 但是在去年2020年4月28号之后 欧阳夏丹不仅消失在新闻联播当中 甚至连各个媒体都找不到她的身影 而这背后的引擎着实让人为之动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欧阳夏丹小时候的经历说起 欧阳夏丹的家庭虽然不算大富大贵 但至少幸福美满 她的学习成绩从小就名列前茅 一直被当作别人家的孩子 可就在她16岁的时候 家里传来一个噩耗 那就是父亲患上了肝癌 为了维持父亲的生命 家里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为父亲治病 因此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有时候一家人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欧阳夏丹看到十分劳累的母亲和姐姐 就想着辍学打工 为家里做出一份贡献 可是没想到 她的这一决定刚刚说出来 就遭到了全家的一致反对 尤其是病重的父亲 欧阳夏丹的父亲甚至扬言到 要是她敢辍学 自己宁可回家也不再接受治疗 看到父亲态度十分认真 欧阳夏丹连忙向父亲保证不会辍学 她让父亲专心养病 转而在学习上下苦功夫 想要将力量化为知识化为力量 以后赚很多的钱为父亲治病 然而不幸的是 欧阳夏丹再也没有机会为父亲治病了 因为仅在一年之后 她的父亲就因为癌症去世了 当时欧阳夏丹正在学校里备战高考 她的母亲和姐姐为了不影响她 就没有通知她 所以欧阳夏丹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这也成为了她一生不能释怀的遗憾 但好在她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 最终以当地文科状元的身份 考入了中国传媒大学 也就是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 可是无独有偶 在欧阳夏丹大二的那一年 意外再次来临 因为父亲去世 欧阳夏丹的母亲为了养活整个家庭 就只能更加辛苦地工作 这也导致她的身体逐渐被压垮 后来经过医生诊断 欧阳夏丹的母亲患上了乳腺癌 也许是上天不忍心 让欧阳夏丹经历第二次沉重的打击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她的母亲虽然变得有些憔悴 但好歹恢复了身体健康 经过这次经历后 欧阳夏丹比以往更加刻苦努力 一心扑在学习上 只想毕业后给母亲最好的生活 让她不再这么劳累 付出总是有回报的 欧阳夏丹的出色能力 被很多人看在眼里 因此她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就收到了上海电视台的邀请 之后经过电视台和学校的协商 准备前往上海工作 进入电视台后 欧阳夏丹并没有骄傲自大 反而是同以往一样刻苦 这使得电视台的前辈和同事 对她都具有好感 很快 凭借着独具一格的主持风格 和出色的专业功底 欧阳夏丹渐渐地得到了 电视台和观众的认可 2003年 欧阳夏丹在上海的生活步入正轨 迎来了自己的事业巅峰期 确实不知 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悄然而至 那就是央视向她抛出橄榄枝 而这也让她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抉择 一个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 另一个则是自己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事业 她实在是难以割舍 最终 由于许久后 欧阳夏丹还是决定一切重新开始 她抛下在上海辛苦建立起的人际关系 独自一人踏上了北漂的路途 虽然生活过得有些艰苦 但她都咬牙坚持下来 两年过后 欧阳夏丹成功在央视转正 并在之后的主持生涯中 收获不少观众的喜爱 逐渐成为央视的中流砥柱 然而 就在她的事业前途一片大好之时 却突然消失不见 有人说她得罪了人 有人说她身惯重病 一时间众说分云 突然 在今年三月份 央视官宣的一个活动中 再次出现了她的身影 让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 而其实 欧阳夏丹消失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她的母亲因为身体原因 曾几度病重 欧阳夏丹对父亲去世时 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一直耿耿于怀 所以不想再上演一遍 这种遗憾 随即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去了 而现在 她再次带着熟悉的笑容 出现在大众眼前 想必是母亲的病情 得到有效的治疗吧